这个男人正准备迎接黑帮交给自己的货物 下一刻竟然被子弹打飞 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满脸杀意的女孩手里端着喷子 他与男人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 以至于刚见面就要下死手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不应答案局 今天我们不聊动作 不看爆炸 细细品一品温情 一起来翻阅这部犯罪区017号档案 天堂公路 杀利是一名卡车司机 大半生都如无根扶平般穿行在美国各州 每天的娱乐项目是通过无线电 和其他开卡车的姐妹扯皮聊天 对他来说 这世上有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一是几乎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卡车 二是至亲弟弟丹尼斯 可丹尼斯偏偏不让沙利省心 他因为替黑帮偷运货物被关进监狱 好在这周死去一厢释放 正当沙利以为熬了这么久 终于要雨过天晴时 丹尼斯却悄悄交给他一张纸条 并露出衣服下的伤疤 表示帮派仍逼迫自己为他们办事 如果不做就会有生命危险 沙利本想拒绝 可为了自己的弟弟 也只能无奈妥协 安全起见 他将一把喷子藏在车里 而后按照纸条上的指引 见到一对夫妻 就在沙利探头寻找货物时 突然被迎面吐了一脸口水 他顿时气息败坏 转头看到一个如同小狮子般愤怒的女孩 他正是此次需要运送的货物 女人抬手交给沙利一张纸条 告诉他去周界找一个名叫保罗的街头人 可沙利却慌了神 他之前也偷运过不少东西 但走四大活人还是头一次 这种事谁心里都没底 沙利当即拒绝 转身就要离开 女人见状恶狠狠地提起丹尼斯 威胁说如果你不干 就等着替弟弟收尸吧 沙利看着那瘦小的女孩 又想起困在监狱的丹尼斯 心中一番天人交战后 只能被迫同意 路上他让女孩蜷缩在副驾时 一言不发向前开去 直到夜幕降临 沙利终于抵达周界 过了片刻 保罗驾车姗姗来迟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女孩开枪击中 眼看局面失控 沙利急忙抢夺起女孩手里的喷子 这时奄奄一息的保罗朝他们扣动扳机 慌乱间 沙利再也顾不得其他 发动汽车向后逃去 女孩则在一旁撕心裂肺的吼叫 不知是因为保罗的死 还是因为自己的命运 接连的遭遇让沙利心烦意乱 他忽然看到前方地棒站有警员在检查 急忙怒斥女孩闭嘴 而女孩在听到警察这个词语后 突然变得不哭也不闹 乖乖坐在座位前 这让沙利很是疑惑 为什么女孩会害怕警察呢 不过眼下不是思考问题的时候 沙利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通过地方站 而他因为经常往返 算是熟面孔 所以警察并没有为难 直接放行 等安全后 沙利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 一时间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可眼下女孩枪杀了保罗 下一步该怎么办 天亮后 沙利将车停在休息区 女孩看到旁边有一家人在休整 突然不顾一切的尖叫起来 挣扎着想要吸引他们的注意 吓得沙利手忙脚乱的把她按在床上 拉下车窗 把袜子塞进女孩嘴里 又掏出皮带绑住双手 终于让她消停下来 但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沙利向染血的外套丢进垃圾箱 坐在车旁 忐忑地等待丹尼斯联系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 沙利的手机终于响起 他期盟将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得知货物竟然是个女孩 丹尼斯也有些懵了 而保罗的死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急忙嘱咐沙利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 继续按远路线送货 否则一旦露出马脚 就会遭到黑帮追杀 至于女孩就先留在身边 等想出办法再做定夺 听到这话 沙利盆想拒绝 可他也明白 女孩是唯一和黑帮谈判的筹码 就这样 孤独半辈子的沙利突然有了伴 当晚他驾车来到停靠点 前往便利店采购物资 回来却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 只见女孩虚弱地躺在床上 周围近手吐雾 这场面让沙利于心不忍 无论如何 他也只是个孩子 于是沙利强忍恶心 帮女孩清理身体 更换床单 这细心的照顾 让女孩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他瞪大双眼 直直盯着沙利 似乎他是自己漆黑人生中 一抹微弱的光芒 然而只终究是包不住火 保罗的尸体已经被警察发现 老贪员杰里一眼便认出他的身份 一个猎奇斑斑的人贩子 半年前刚被保释出狱 不过这并非杰里的案子 而是由他的徒弟芬莉负责 这是因为芬莉刚刚毕业 所以才叫来师傅帮忙 顺便学习破案技巧 忽然 芬莉兴冲冲地赶来汇报 他在现场发现一道卡车留下的车折印 这让杰里为这一阵 当即下令调查附近的地棒站 很快 芬莉成功匹配到与案发现场相似的车折 并以此锁定卡车的去向 但杰里却不以为然 根据他的了解 保罗他们每次只会交易一个女孩 所以只要找到这个女孩 就能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番话让芬莉有些委屈 负责案子的到底是你还是我呀 但毕竟失命难违 他也只好按照杰里的命令 插起保罗手机里的消费记录 发现其最近用信用卡支付了一个地址的水电费 二人当即前往调查 并向上级申请搜查令 可上级却以没有找到女孩为由拒绝 气得杰里破口大骂 没有女孩就不批准搜查令 但没有搜查令又怎么找女孩 这完全是踢皮球的把戏 杰里对着官僚作风深恶痛绝 却也无能为力 就在杰里二人调查的同时 莎莉已经带着女孩回归自己的生活 白天她四处送货 晚上就把车停在休息站 渐渐的 莎莉已经开始信任女孩 简单嘱咐后便下车采购 可她不知道的是女孩仍企图逃走 沙莉刚离开 她就穿上鞋子 披上外套 却在准备下车时看到一个舞女 二人对视片刻 一个男人突然粗暴地将舞女拉走 吓得女孩慌忙躲回角落 直到沙莉返回才彻底安心 眼看女孩乖乖等待自己 沙莉不由得心情大好 主动和她叛谈起来 表示自己的弟弟会提供帮助 女孩也不再敌视沙莉 告诉她自己名叫莱拉 这下二人算正式结实 沙莉提醒莱拉 她杀害保罗完全是出于自卫 可以去警局说明一切 并将坏人绳之以法 但莱拉却神清暗淡 告诉沙莉 自己并不喜欢警察 这一点沙莉之前也能看出来 可如果不找警察 他们就只能依靠自己了 眼下车上的货物已经送完 沙莉便决定先去附近最大的休息站躲避 等丹尼斯想出主意再做行动 可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行踪已经被认出莱拉的舞女泄露 此时那对人反复复正在后方步步紧逼 隔天上路 沙莉再度和姐妹们聊天扯皮 她们风趣的话语让莱拉忍俊不禁 眼前优美的风景更是令她心旷神疑 莱拉忽然注意到一张大海的照片 告诉沙莉 自己最向往的就是海滩 鬼使身材下 她写开安全带将身子探出车窗轻快嚎笑 如同一只刚出笼的小鸟 脸上再也看不到半分慌乱与痛苦 唯有发自内心的笑容和重获次有的喜悦 这让沙莉心中一暖 她忽然发现莱拉陪在身边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 很快 丹尼斯的电话打来 嘱咐沙莉先去休息站躲避一晚 明天带莱拉在家捧面 可这却打乱了沙莉的计划 因为明天正是丹尼斯出狱的日子 她本想第一时间迎接弟弟 不过丹尼斯一再坚持 并表示那些黑帮心狠手辣 如果被抓住 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着她突然挂断电话 这下沙莉也没了办法 只好听从丹尼斯的指示 与此同时 杰里的调查终于取得进展 分离从附近居民那里打听到 周围人经常看到屋里有女孩进进出出 杰里急忙联系上级 以此为由成功申请到搜查令 可等她带人闯入才发现屋里早已人去楼空 唯有地上肮脏的床垫 无声诉说着女孩们悲惨的生活 而地下室的场景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只见墙边固定着一个狗龙 可大狗却都在外散养 杰里明白 狗龙是用来惩罚不听话的人 他忽然看到笼中墙壁上留有涂鸦 画的都是被束缚的女孩 这场景让杰里既愤怒又心疼 究竟是怎样的禽兽 才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 而更让他气愤的是 上级得知后却以资源优先权为由 拒绝增派人手 杰里一肚子火无从发泄 只能坐在长椅上不断辱骂 而分离同样失望透顶 他忽然问起 为什么被囚禁的女孩不想办法逃跑 对此杰里无奈苦笑 告诉他逃跑风险太高 况且连警察都不愿帮助他们 就算逃出来又能去哪里 如今线索中断 杰里转头思考起分离的提议 决定从卡车这一点入手 他明白 嫌疑人大概率会躲在熟悉的地点 而卡车司机和小女孩的组合 太过显眼 也一定会有人注意到他们 当即决定 与分离一起走访附近的休息站 事实正如杰里所料 此时沙利已经带着莱拉抵达休息站 向他传授起保护自己的方法 一瓶胡椒喷雾和一件男士外套 这样可以营造出车内有男人的假象 到了晚上 还需要将安全带穿过门把守 才能安稳入睡 说完这些 沙利又开始约法三章 让莱拉睡上谱 负责刷碗 清理枪管中的火要残留 作为交换 沙利给他买来一身新衣服 莱拉告诉沙利 自己的枪法是跟母亲的一个朋友学的 同时也学会了她乐观向上的精神 莱拉将那张照片贴在挡风玻璃上 幻想着自己已经来到那风和日丽的海滩 忽然间 她注意到前方和谐的一家四口 心中一时涌现出向往与羡慕 然而让莱拉没想到的是 不久后 那个黑人男孩主动前来搭讪 邀请她去自家房车玩耍 莱拉尽管有些心动 却还是礼貌的拒绝 就在她打扫卫生时 忽然从车座下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全是丹尼斯与沙利这些年的来往信件 莱拉因此了解到二人的处境 此时沙利刚走出便利店 特地为莱拉买一把梳子当作礼物 可等她回到车内 却发现莱拉一脸的闷闷不乐 在看到信封被拿出来后 沙利顿时明白了一切 莱拉顺时质问丹尼斯 明明身处监狱 怎么能帮助他们 可这句话却让沙利炸了锅 当即挑明 莱拉没资格与丹尼斯相提并论 说完不顾莱拉心中的委屈 自顾自戴着耳机与世隔绝 等沙利心情平复 起身发现莱拉消失不见 仅剩留在座位上的告别纸条 这让她只觉五雷轰顶 急忙四处寻找 可哪里都没有发现莱拉的踪影 更糟的是丹尼斯突然打来电话 兴奋地提起 自己已经和黑帮谈好 只要交出莱拉就能平安无事 这下沙利更慌了 可他不敢把莱拉溜走的事告诉丹尼斯 只能强装镇定地表示一切安好 但随着整座休息站找遍 沙利的心已经沉入谷底 她彻底绝望 整个人既孤独又无助 最终决定去酒吧买醉 逃避现实 然而沙利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莱拉其实根本没有离开 而是去了那个黑人男孩的房车里玩耍 与此同时 人贩子夫妇已经通过 舞女提供的情报追来 抢核的是 杰里二人也抵达此处 这是他们调查的第四个休息站 芬莉已经不抱希望 杰里却仍在坚持 二人走进酒吧四处打听 意外见到醉醺醺的沙利 不过芬莉并不清楚她的身份 而在听到他们寻找一个带女孩的卡车司机后 沙利瞬间被吓得九行大半 一口咬定 自己毫不知情 芬莉见状不宜有她 转而去询问下一人 不久后 两名舞女找上沙利 热情地扛着她朝卡车走去 然而在拿到钥匙后 二人便暴露真面目 冲进车里一通翻找 又对着沙利拳打脚踢 逼问她莱拉的下落 此时莱拉已经返回 躲在暗处注视着这一幕 眼看沙利处境越来越危险 她一怒之下 举气球棒 重重砸翻舞女 而后亮出喷子威慑 吓得两名舞女一动也不敢动 莱拉见状帮助沙利爬进卡车 让她踩油门 自己操控方向盘 二人隔离向前冲去 骚乱很快引起协力的注意 她急忙命人控制舞女 自己则带着分离驾车追赶 这一幕同样被人反复气看到 但眼前警察插手 他们也不敢露面 只能气息败坏地互相指责 此时莱拉二人仍在逃亡 随着身后的警笛声逐渐清晰 她急中生智 操控着卡车钻进小路 停在一片灌木丛中熄灭灯光 成功摆脱杰里等人的追赶 莱拉将不醒人士的沙利抬到床上 精心为她擦拭伤口 寂静的黑夜 两个孤独的人互相扶持 他们此刻都已明白同伴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杰里正因为追丢卡车打发雷霆 分力赶来告诉她舞女全都招了 这让杰里颇为惊喜 急忙赶到审讯室 却得知舞女不过是受人所顾 和沙利无冤无仇 也不认识他们 这下线索再度中断 警方只好发布对沙利卡车的通缉 莱拉从收音机里听闻这一消息 明白继续上路显然不太理智 便提起想回家看看 那里地处偏僻 不会有人 沙利听了欣然应允 路上莱拉兴奋地描述起家里的模样 一想到即将看见母亲 她就无比激动 然而随着逐渐接近 莱拉却发现自己的家消失不见 一时间所有的幻想化作泡影 失望将她脸上的所有情绪掩盖 二人坐在荒凉的空地上 莱拉告诉沙利 母亲并没有抚养能力 所以自己被政府送到福利院 但她并不喜欢那里的氛围 所以偷偷逃了出来 如今却落到这不经地 下一刻 丹尼斯突然打来电话 她已经被释放 并且回到了家 催促沙利尽快将莱拉带过来 但这几天的接触 已经让沙利与莱拉建立起身后友谊 她也清楚 如果将莱拉送给丹尼斯 迎接她的是怎样的命运 可沙利更清楚弟弟为自己做过什么 年幼时他们父亲脾气暴躁 弓哲就会殴打折磨姐弟俩 是丹尼斯每次挺身而出 替姐姐扛下毒打 所以沙利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她遭受危险 但眼下卡车已经被警方通缉 又该怎么带莱拉回家呢 沙利灵机一动 联系上姐妹 拜托她们帮自己个忙 不久后 沙利被警察发现拦下 杰里趁其走进驾驶室 环视一圈却没有看到莱拉的身影 这时一辆黄色卡车呼吓而过 沙利健壮露出得意的笑容 显然莱拉已经被她的好友接走 然而如此巧妙的计划 却摆密一书 杰里无意发现书本上莱拉的涂鸦 顿时明白 沙利就是带走她的卡车司机 不过她并没有声张 而是将名片交给沙利 嘱咐其遇到麻烦 可以向自己求助 等沙利离开后 杰里将书本交给芬里 提起自己之所以不揭穿沙利 是因为看出她是在真心照顾莱拉 这点要比那群不负责任的警察强得多 同时现在案件也基本明朗 只需要跟紧沙利 就能揪出幕后黑手 但他们的跟踪技巧显然不太行 很快便被沙利觉察 沙利自然不能接受后面带条尾巴 他灵机一动 来了一招瞒天过海 在把卡车开进回收市场后 沙利果断将后面的拖车卖掉 而后驾驶卡车头向前驶去 留下不知情的杰里二人 傻乎乎的继续监视 不久后沙利从好友那里接到莱拉 二人跟随收音机里的音乐放声高歌 脸上洋溢出毫不掩饰的笑容 日渐息血 沙利终于回到家 见到等候多时的丹尼斯 姐弟俩紧紧相拥 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自由 等情绪平息 丹尼斯告诉沙利 只要今晚把莱拉交给人贩子 他们就能去过想要的生活 可对于如今的沙利来说 无论是情感还是道德 都不允许他再将莱拉推回火坑 于是沙利主动告诉丹尼斯 自己决定用卖拖车的钱赎回莱拉 这番话让丹尼斯措手不及 他思虑再三后点头答应 却表示要独自带着莱拉去交易 沙利自然不可能同意这一点 态度强硬的坐进卡车 不给丹尼斯劝说的机会 同时他为了以防万一 又联系上姐妹 拜托他们在交易时帮助自己 不久后 沙利三人来到交易地点 正看到人贩夫妇再次等待 沙利开门见山 挑明会出更多的钱赎走莱拉 然而女人却在接过现金后 出尔反尔 拔枪指向沙利 就在这时 一旁的男人突然控制沙利 事宜妻子带莱拉离开 更是逃出武器威胁 这一幕让丹尼斯勃然大怒 毫不犹豫将其击杀 然而令沙利没想到的是 女人愤怒的同时 竟然责怪起丹尼斯 丹尼斯则不断强调 计划里没有说要伤害沙利 他无法忍受姐姐陷入危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着二人的对话 沙利先是疑惑 紧接着便明白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真相 原来丹尼斯才是 整件事的幕后黑手 他根本没有被黑帮胁迫 而是利用沙利的感情 欺骗他帮自己做违法之事 眼看谎言被戳破 丹尼斯也不再伪装 他举枪对准惊风失措的莱拉 歇斯底里地告诉沙利 自己这么做 只是不想再让二人过苦日子 见丹尼斯情绪越来越激动 沙利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带莱拉离开 但事情却突然迎来转机 下一刻 一辆辆卡车冲来 阻碍着丹尼斯的逃跑路线 最终成功将其逼停 沙利大步跑到汽车旁 将莱拉紧紧抱在怀里 丹尼斯趁机向前逃去 嘴里不断呼唤着 请求沙利和自己远走高飞 但沙利明白 他已经彻底着魔 毕竟无论如何 也不该对孩子下手 这完全是十恶不赦的罪孽 无论丹尼斯曾为他做过多少事 都不能得到原谅 一切尘埃落定 杰利二人收到消息 赶来将丹尼斯捉拿归案 不过他为了还沙利人情 并没有通知上级 在与杰利道别后 沙利驾驶卡车 踏上前进的道路 他的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 因为身边坐着最重要的人 天堂公路是上映于2022年的惊悚电影 本片有着摩根弗里曼与朱丽叶比诺什 两位影地影后的加盟 又有弗兰克格里罗充当绿叶 但是演员阵容就有满满的可看性 不过在看完全片后 RK我发现 本片可以说是一部 披着犯罪体裁外衣的公路片 整体叙事节奏较为缓慢 依靠角色情感与双线程推进剧情 再加上优美的风光与细腻的人物塑造 粗犷中透露着一丝小清晰 不过其中有一点让我无法理解 那就是丹尼斯最后的选择 他既然那么在意沙利 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过来了 这样既能赚到钱也能维持秘密 根本没必要闹到撕破脸皮的地步 交伙伴们觉得丹尼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拜拜